台中市大敦国小自105学年度与美国硅谷国际学校缔结姊妹校 开启两校互动交流 109年起因疫情严峻 两校调整为国际笔友课程 随着疫情趋缓 硅谷国际学校由副总校长带领师生约50人 在儿童节前夕 自3月25日至今29日带队到大敦国小 进行为期五天的国际交流课程及文化体验活动 送上最国际化的儿童节礼物 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 市长卢秀燕积极推动双语及国际教育 以后各校更是迫不及待恢复实体国际交流 教育局也持续鼓励学校参与国际教育精进计划 并透过缔结姊妹校 国际学办 双语online 大时代旅游世界等计划 让学生有更多管道 以更直接的方式实践国际交流 拓展国际视野